凌晨5点半 打卡台州必吃吧 张元崔饭 崔饭到底是什么 简直毫无概念 我是第一个客人 我是第一个客人 我昨天看到 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吃吧 怎么吃吃 就是那种说的 然后那里面是这样吃 如果是我们没法吃的 崔饭是什么呢 糯米饭 糯米饭 浇的什么汁 就肉汁 糯米饭浇的肉汁 对 这个是蚂鱼汤 蚂鱼汤 也是这边的特色 你也可以 来个 来个崔饭 来个蚂鱼汤 崔饭就是红烧的肉末 调味里加了点酒 连汤一起浇在这个糯米饭上 蚂鱼汤就是蚂鱼汤 蚂鱼上面裹了些粉 崔饭就是肉汤圆 只是上面开着口 说实话 我因为外地人体会不到 这些食物给我带来的美感 对于当地人的可谓习惯和情怀 也产生不了共鸣 这些东西能上壁翅膀 一定有原因 我在想 如果想不出来 我就瞎变一个 直到 好久不见 这么多 这么早 这么早 就没看见你的杂鱼汤 就看见你了 对对对对 崔翰上面想着肉末 嗯 你们觉得它怎么正宗 怎么好吃 它的那个肉末搞起来比较好吃 肉末好吃 对 还有它的糯米饭 搞得比较那个 不是很软很脆 对对对 颗粒分明 对对 这个脆它就是这个 它的粉搞得特别好 它的粉不粘口 不粘口 它就是筷子一尖 它就很分明了 衣服 这就是个贴隙嘛 好